好 接着往下看 我们换个心情吧 去美国看一场激烈精彩的机器人大赛 当地时间4月27号 2013年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全球总决赛 在美国圣路易斯市精彩落幕 这场比赛有着头脑超级碗之称 这场比赛吸引了全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只高中代表队参加 您看到的火爆场面就是在美国圣路易斯市举行的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全球总决赛 今年的总决赛从4月24号开始为期4天 吸引了25000名热情的科技民前来观战 今年的全球总决赛比赛项目又有了新的变化 比赛方式改为飞碟发射 场地中越难射进的地方得分越高 一个机器人每次最多只能装载四发飞碟 淡季两节之后可以直接在地上捡起掉落的飞碟 也可以回到场地另一端的安全区人工装载 此外机器人也可以通过攀爬场地中央的金字塔支架 获得额外的分数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创办于1992年 由美国发明家迪安卡能发起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已经不只是一个科技活动 更是全世界热爱科技的青少年的大派队 最终经过非常激烈的角逐 由两支加拿大队伍与一支美国德州队伍组成的联队 从全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支队伍中脱颖而出 取得了2013年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全球总决赛的冠军